南宁地铁事件 就这个日本太阳旗这个事情 我又想聊一下一些底层逻辑 就是说中国的底层的这些渔民 他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容易很在意呢 你比如说有很多渔民认为 这是汉奸日特这个特务 境外这个特务控制了我们的这个地铁 这个什么装修 地铁的这个宣传推广这个部门 他们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包括前几年索尼出了一款新相机 当时搞了一个 在微博上搞了一个广告头嘛 叫带到山花烂门时 他在从中笑 有一条黑狗在那个枫叶之间的一张照片 索尼这个照片是为了证明他那个相机像素比较高 但被很多渔民认为是这个封刺我们的爱国 爱国战士烈士邱少云同志的 包括以前海外的一些公司 苹果的特斯拉拉一些无心之罪 被这些粉红五毛 怪一些扣一些帽子 说为了辱华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 我想讲一下这个 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有钱人跟穷人的这个底层逻辑的不同 当然穷人是没有什么底层逻辑 穷人的很多这个底层逻辑啊 他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 他没有逻辑 你比如说这些底层的渔民粉红 说外国公司入华怎么样 这个在那我们做生意人的角度啊 群里肯定要做生意的人 因为做生意的人一般喜欢研究这些因因果果的事情啊 你不管他是不是研究过逻辑学 但做生意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定是不会太差的 因为他要研究赚钱的事情 他必须把逻辑有一定的基础 站在生意人的角度啊 这些外国公司啊 搞这些动作啊 他是不可能辱华的 或者说他的目的一定不是辱华 因为这个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这些跨国企业 而且他还是私企 他不是这个外国的国企 他来中国做生意 发广告 发通告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赚钱 那你这些小粉红 你说外国这些跨国公司 在这个微博什么上辱华的 那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 他为什么要辱华 凡事都必须有因有果 你有这个果 你必须找出因在哪里 你找不出因的话 你这个果就是假的嘛 他辱华 丰田辱华 苹果辱华 他为什么要辱华 是嫌他的销量在中国市场太多了吗 包括南宁的这个地铁站 这个所谓的太阳旗事件 说这个是日特 特务机构 它渗透的 所以非常可笑 别人渗透你干嘛呢 给你地铁站 给你切个太阳旗 能占你什么半毛钱便宜 给你切个太阳旗 你会掉一斤肉吗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很多底层的老百姓 他为什么一直被骗 我就说了 这个90年代被这个 传销骗 直销骗 金融保险骗 2000几年被这些这个金融平台骗 后来是这个电信大骗 反正就是被骗的永远是这几拨几拨人 为什么被骗呢 就是缺乏逻辑 缺乏最基本的逻辑 有很多事情他不想因果关系 他只想只看到眼前的虚幻的利益 跟那个大病 他没想过这个逻辑关系自不自洽 就跟人家说 哎春冬头今天天上掉线没有的 很多傻逼就跟着去捡线去 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掉线 从物理学上来说 从这个什么学上来说 他不合理 他不行 他就赶快跑过去了 结果扑通扑通 一个个全掉井里了 所以在网上叫嚣的这个 说这个什么特务啊 抓间谍的这帮人啊 我认为就是最底层的那些傻逼 你不要 我没不要有任何怀疑 我说的就是说这个普通人啊 就特别是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 这个中年人 就是但凡在网上喊那种话的 哎什么间谍渗透 一定是底层 那你说有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呢 我不敢保证啊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我是可以保证的 就一定是底层 一定不是这个聪明人 你说聪明人有没有粉红呢 有 就是那些骗子 像以前的翟山英啊 司马南啊 有这些人 这帮人 这帮人是骗子 腾龙啊 这帮人是骗子 这帮人不是傻子 其他的那些人都是傻子 你想一下 一个人既然是傻子 他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他不可能有多少钱呢 所以你看司马南给这个 唐国强的新电影做宣传 这个1955授勋的这个电影 爱国电影 你看唐唐几千万粉丝的 大V结果给唐国强 卖了一百万的票房 丢不丢人啊 其本质原因就是 他这个司马南的粉丝全体 当然里面有骂他的人啊 就当看小丑的一样 关注他的粉丝 也有那个真正崇拜他的 所以司马南的粉丝 绝大部分就是最底层的这些 就是要钱没钱 要脑子没脑子 就长了一张嘴 就这拨人 这拨人是没有经济价值的 我说一实话 如果我是个骗子的话 这拨人不是我的这个诈骗对象 当然我说的是我的产品 产品不一样 这个产品几千块钱一台东西 那肯定价值不一样 如果说你让这底层的老头老太太 给你打赏的话 那可以 给司马南打赏个一块八毛钱的 那个可以 所以我今天说的这些啊 我说这个看到这些现象 思之极恐啊 就是说这个民族打碰人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是比较恐怖的 一旦有人在那起控假样子 其实马上会产生这种乱象 打大抢烧 不用怀疑 一定会出现 所以你想一下 你稍微有点财产 有点理性的人 实际上很危险的 因为他不讲理 我记得以前 小时候看过电视剧 那个 铁齿铜牙记小蓝里面 何珅有一句话 那个 他从来不在 我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其实我觉得何珅这句话 我有一部分是认同的 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社会 就是你今天好也好 烂也好 这些渔民草民说 你纸丧马怀也好 给你这个点 书打磨歌也好 都是虚的 就是色级是空 都是讲的 只有钱是真的 只有你手里的东西是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现实生活中 自己实际上已经清醒了 然后因为周围的渔民都那样 所以感觉自己好像被孤立了 怕别人看自己的 异样的眼光 别人看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看你会掉一块肉吗 所以我现在做人丑事的方法 就是我只在乎跟我有利益关系的人 或者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其他的人一概不关系 这是我作为一个商人 目前的一个心态 就是这个人跟我有利益关系 他跟我要做生意 他哪怕是一个渔民 那我不跟他计较 该做生意做生意 或者是自己的亲人什么的 其他的人的话呢 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他怎么看我也不重要 因为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他看你好又能怎么样 看你不好又能怎么样 所以这里就印了罗翔 讲过的一句话 人最轻松最快乐最自在的 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记得应该是罗翔讲的这句话 这段话 所以最后说一下我的大概的观点 就在这个不讲逻辑 渔民遍地的这个社会里面 你不要太在乎这些人的看法 它不重要 如果说你生活在一个 质量比较高的一个社会 你希望交到一些朋友 或者跟这些人交流怎么样 就跟咱们网络里一样 那是会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在这个愚蠢的环境里面 是不会在乎 不应该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们应该谈逻辑 我的想法就代表了中国 中国的想法就代表了世界 世界的想法得跟中国一样 挺美好这个东西 在谈的是维路的问题了 根本就不懂 跟我意识的言 我的情节 我的哥们 那其他人死活跟你不爱去了 还能商业 还是成功的商业 这些社会开始的时候 没有统治者 都是咱们在一起围着打的 然后吧 你要打两个兔子 万一吃不了都臭了 万一还有那个老陆病残 那个吃不着吐了的 然后那么 那大伙子喝去喝去 成了主持把绑一下 这个那个吃不着吐那个人 也跟他死了 是这么个主持啊 谁知道咱们现在这个 这么显殿的社会是怎么想的 我就不知道了 像他说 咽着点我就给你吐 不咽着我就不给你 我们应该谈逻辑 也不要看那个社会的表象 表象它是因为有这个开始 这个原因能产生出来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们谁也不敢乱说 你说了就得眼 就得说 但是 哎呀 中国人之间那些说的 你既然皇帝听懂 咋回事 皇帝比你还明白 我又算就算 我后边后面也套套 我这边想不就玩 为什么这个中国人体现呢 他查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什么 这是基督文明 基督文明 为什么世界上 这么显静带来的 所有个人来都是基督文 嗯 每个人抱怨嘛 香港人还事变 你至于中国吧 还有一种那个 中国嘛 世界的中心 地球的中心嘛 中国嘛 基督大国都不行 都是外旁嘛 都不愿意 读 什么呀 谢谢观看